想快速成长的时候 就首先要破的是虚荣 说我也有尊严 尊严由实力决定 尊严不是要来的 如果说你要向人家学习 还在那装着样子 他老是觉得我也不能丢了尊严 请问你有什么尊严 你在高手面前 你有什么比人家高的 比人家厉害的 你在人家面前还要装样子 学什么呢 所以这个不要脸说的比较俗 实际上也就是说的不要虚荣 能够真诚的打开自己 放下自己 愿意去做一些好像很普通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小老板要成为大老板 那么靠他自己在那一点点长 肯定很晚 如果说这个小老板 如果说有机会给一个高出 他很多一个大老板去做个助理 帮人领帮 帮人家倒茶 帮人家开车 说我也是老板 是啊都叫老板 但是老板都是自己命名的 你这个老板比人差着实际上十万八千里 你守住那个小 你又怎么能够变得大 所以当我们想变成更好的自己 唯有放下那些个阻碍自己成长和强大的虚荣 然后我们带着空碑的心去接近高人 高人才会接那里 因为高人看你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你在那装模作样 你想接近人家 人家会说你玩去 我干嘛要叫你 我欠你的吗 你得用多少东西来感动人家 让人觉得你值得教 值得去帮 所以当你放不下自己做模作样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获得这种机会的 当然你一心只是在付出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求人家给你什么 人家在那里已经在悄悄的给你准备大力 我来给你准备